接下来告诉各位一些观念 电解值有所谓的强电解值跟弱电解值 强电解值跟弱电解值的分别是它解离的程度 能够完全解离或接近完全解离的叫做强电解值 只有部分解离的叫做弱电解值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就把强电解值都当做完全解离 弱电解值我们只知道它没有完全解离 不去管它到底解离了多少 那个是上高中之后 我们才会仔细的研究它解离的程度 像我们这边有一个模拟的动画 就是在跟各位讲这个强电解值跟弱电解值的状况 我们现在放的是盐巴是强电解值 所以撒下去每个都拆开来了 拆成了钠离子跟氯离子 大家全部都拆开来了 叫做完全解离 叫做强电解值 我换另外一种丢进去 就发现它只有一些是拆开建成离子的 其他都还是跟原来完全一样 那就叫做所谓的弱电解值 部分解离 这就是强弱电解值的意思 那么我们后面要告诉你 强酸强碱就是强电解值 弱酸弱碱就是弱电解值 所以强酸强碱 我们要教的硫酸 盐酸 硝酸 我们要教强碱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就是强电解值 我们叫弱酸只有一个畜酸 我们叫弱碱也只有一个叫做氨水 它就是所谓的弱电解值 所以电解值有强弱之分是根据解离程度来说的 那么为什么电解值就会导电呢 当电解值丢到水中解离出离子 如果你还没有通电的时候 它在里面到处乱跑 它在里面到处乱跑 自由移动 但是离蛋给了电之后 同性变相次 异性变相吸 正离子就会被吸到负极 负离子就会吸到正极 然后就形成电流 所以就可以导电 所以电解值是靠什么导电的 靠离子的移动再导电 然后过去之后还会发生化学变化 等一下再说一次 还要再说一次 所以为什么电解值通电可以导电 因为它靠离子的移动在导电 正离子会一向负极 负离子会一向正极 这样导电的 所以金属导体的导电 是靠自由电子的移动 电解值的导电是靠离子的移动 自由电子只有负电 所以金属来源只有负电在动 可是离子有正离子跟负离子 所以正电也会动 负电也会动 会有正电在动 也有负电在动 OK 来我们用一个图示 帮各位做说明 刚刚讲说 跑去以后 它就会正离子跑去负极 会得到电子 负离子跑去正极会失电子 所以刚刚讲说 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电解值导电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这个反应我们称为电解 活3的时候再教什么叫做电解 活3再教电解 以后再讲 但是重点是 电解值导电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会变化 刚刚讲说我要用图示帮你说明这件事情 来 电子有正跟负 接电子的正叫做正极 接电子的负叫做负极 我们用一个容易理解的方法给你解释 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这是上课讲解 方便理解的讲法 但是你知道导线上只有谁在动 只有电子在动 只有负电在动 但是我们说法上说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所以正极就会有很多的正电 负极就会有很多的负电 那么负电就会吸引正电过去 然后正是少电子 负是多电子 所以我就过去就会得到电子 然后就发生化学变化 我就得到电子 然后我的负电就被正极过去 正是少电子 负是多电子 我过去失去电子 所以就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我说电解值导电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大家能量一定会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为什么这会移动 为什么会导电会形成电流 靠离子的移动而导电 然后我们就 就课本做了一个实验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灯泡 看它亮不亮 你可以改用安培器 安培器是量电流的 然后呢把它放进去 看它导不导电灯泡会不会亮 这个使用我们也会做 就是要你看它导不导电的 灯泡有没有亮 然后呢到底要把洗干机 再换另外一个笑柄 然后就得到一个结果 这些东西得到的结果 像这样 中间那两个蔗糖跟酒精素 我要你背台记得吗 溶于水壳是不导电 所以灯泡不会亮 但是也没有 然后底下的兜打圈会有亮 然后兜打圈都有泡泡 这是课本故意设计的 就是我原来没有泡泡 做实验之后有泡泡 所以你确定它会发生化学变化 让你确定它有化学变化发生 所以我们安排都是会产生泡泡的 让你可以看得到有化学变化发生 但是实际上电解决导电的时候 不见得都有气泡发生 我们是故意安排都有气泡发生 让你看得到 好 那么这就是发现 打圈圈的就是电解质 打叉叉的就不是电解质 那么这边所产生的气体 会跟电解水大部分都一样 三年级它要背 你可以现在就记住 然后博山就一定要背 正级会产生氧 副级会产生氢 但是有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盐酸 一个是食盐水 这个不一样 它正级产生氯 副级产生氢 它不一样 这个你可以不背 因为现在国中不教这个 但是前面这个 像电解水的正级生氧 副级生氢是要背的 你现在不背 就是到博山的时候背 到博山的时候背它 所以透过这个实验来验证 谁是电解质 谁不是电解质 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理解 OK吗 OK